hello 大家 好久不見 沒錯 我現在在加拿大的溫哥華 其實我現在超級累的 因為我從17號晚上7點多飛機 從台灣飛到香港轉機 然後又在香港等了快4個小時 才等到飛機從香港飛來溫哥華這樣 那飛到溫哥華的時候已經是 17號晚上11點左右了 沒錯 因為溫哥華跟台灣時差差了15個小時 所以飛到溫哥華還是一樣是17號 我就有點 欸我是坐著時光機嗎 昨天我大概3點才睡 結果我醒來了大概4、5次吧 反正我就最後沒辦法睡了 我就9點就起來化妝 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選的床 然後它是四人房 完全沒有冷氣 快熱死人 靠這個電風扇 重點是這個窗簾 只有一片 寫hello 我還可以直接看到對面欸 給你們看 對面的房間 欸很沒隱私欸 那推薦住親旅的大家 就是 一定要買這種上仙式的行李箱 我這個是28吋 但其實它能裝的 我覺得它比29吋還要多 而且我只要打開 就可以直接拿我裡面的東西 超方便的 這個是我房間出來的樣子 走路 都會奇怪奇怪很大聲 然後就是外面就這麼暗 不用懷疑 然後 為什麼要放這個貓跳台 我不懂 轉腳 然後走到廁所 這超遠 我現在要走到女廁 給大家看我最 這堵爛的地方 這就是女廁 裡面 先說我現在都是有開廣角的 這個廁所 真的超穩好 這門是裝飾的是不是 我完全可以看到裡面的人在幹嘛 然後這個就是我說 啊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這個 請問這個浴室是怎樣 我進去直接滿耶 然後東西都不能放 然後我就變成一定要掛在外面 然後 我們就直接打開洗澡 反正這個是 女廁有的時候我也不管了 要看就看啊 出來整個樓梯就是 超老酒 沒電梯 我扛著23.5公斤的行李 走這個樓梯我真的快累死了 來給大家看看就是這間 以後大家來溫哥華千萬不要選這間 又歸又爛 好啦這間青旅雖然爛歸爛 但是她的地理位置是真的蠻不錯的 就是她就在後面那邊 然後走過來呢 就是這個有名的地標 它是那個 呃 Gas Town Steam Clock 就是 Gas Town這裡 有一個會蒸氣的時鐘 給大家看 這一個就是蒸氣時鐘 超酷的 好 現在呢在一間咖啡廳前面 然後這個咖啡廳呢 就在我 就是坐的親旅走過來 大概不用一分鐘 就是在轉角而已 那 這個呢就是 即將會是我在溫哥華吃到的第一餐 欸 怎麼辦 看起來有點讓我失望欸 因為我就問店員說 你們有沒有什麼鹹的 然後是推薦的 因為我現在在減肥 不能吃到甜的 然後他就推薦我這個 我說好那就這個 唉 希望是好吃的 欸裡面有培根有蛋 難吃 我的對面呢 是一家大麻店 跟 New Amsterdam Cafe 哇嗚 我現在呢走來到一個地方 叫做 Canada Place 這裡 那它好像是一個 什麼會議中心啊 然後飯店又是一個 郵輪碼頭的地方 它中文應該是叫做 加拿大廣場 那我原本以為它是一個很 很 很酷的地方 但我走在這裡 就是 嗯 頗失望 呵呵 就覺得這建築好像也普普通通 但是遠方那個白色的 蠻好奇的 蠻想要走過去看看 不知道可不可以走進去 那我覺得這裡看過去的感覺 給我有點像是 高雄港 還是什麼基隆港的感覺 哈哈 走來另外一邊的感覺呢 我覺得這裡比較漂亮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貨櫃 那它就是 遠處有 山 然後我覺得它的這個 就是 位置欸 好像在海上的感覺 很像是你現在 走在一個 郵輪上面的那種感覺 蠻酷的 我這邊呢有一個 機場的小插曲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在桃園機場 要準備 飛來 就是溫哥華 但是我先到香港轉機嘛 然後我就是 因為我還沒有買就是 真的 我要回台灣的機票 可是其實 因為你飛到加拿大呢 他們的旅遊簽證就是六個月 可是他們要看到 你有回程機票 才會讓你上飛機 然後一開始就是 地勤就問我說 欸 你有回程機票了嗎 然後我那時候以為 他是說回台灣 然後我就說 欸我沒有 然後他就直接 沒有 可是我們一定要 就是回程機票 才有辦法讓你上飛機欸 然後這時候他就開始打掉 然後我問主管說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後來我就 他掛完電話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有離開加拿大 去歐洲的機票 然後他就一臉 你剛好不知道你拿出來哪一種 總之反正跟大家提醒 如果你們要去 就是歐美國家啊 就是不管是加拿大還是美國 你就是一定要回程機票 才可以上飛機 旁邊剛好停了一台遊艇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 每個房間都有一個陽台跟位置欸 好酷喔 而且這個感覺滿大的 我現在來到了史丹利公園 那這個公園呢 是加拿大最大的公園 然後他就在溫哥化 然後我看大家好像幾乎都是租腳踏車 比較多 因為他這個公園真的是 大到你走路真的會累死的那一種 那其實我覺得是滿漂亮 因為他就是一個公園 然後旁邊就是 全部都是 郵輪啊 船停在旁邊 然後說還滿漂亮的 那我是坐 19號公車 可以直接 呃 從那個 Waterfront那邊 坐到這裡來 其實還滿快 大概就 呃 10分鐘左右吧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不想要騎腳踏車的話 也可以像我一樣 就直接坐公車來 那我呢 就是連 呃 走路逛這個公園 都有點懶 所以 我決定 就是大概只走四分之一 然後剩下的 就用 空拍機 拍給大家看 OK 接下來就用空拍機 展示給大家 史丹利公園 移民視局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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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進來成功 這櫻桃的價錢 200塊 太便宜了吧 跟大家說我已經成功了拿著 好事多的卡 進來加拿到溫哥華好事多了 然後意外發現 裡面的東西呢 其實好像又比台灣還便宜 對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先拿了一盒櫻桃 因為我們換算下來這盒櫻桃 只要台幣218 超便宜 你看超大 超大盒 他們給的四隻 都給的很大 加拿大好事多的保健食品 都很便宜 我笑死 杜雷斯的那個 Condom 60個才這個價錢 台灣的男人 現在還買 今天是7月20號 然後今天溫哥華有一個煙火節 現在整條路就是 全部都被封起來了 然後大家都在用走的 蠻酷的 直接走在馬路上欸 從我們下車 Google map顯示的時間 是要走20分鐘 真的是拜託煙火要給我好看 讓我走這麼久 欸好美喔 人真的有夠多欸 人真的有夠多欸 現在English Bay的人潮 欸好多人 超可怕 而且好美喔 超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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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好美喔 我們現在在等煙火的現場了 而且我們現在就是在搖滾區 超開心 下海上都是人欸 下海上都是人欸 那個都是人欸 好酷喔 那個船上也都是人 他們感覺很high欸 欸超美的 超可愛的 超方式 我們有機會 哇 超大 影片的最後呢 我想要跟大家說說 我對溫哥華的看法 要補充說明 現在在我面前的呢 是溫哥華的柯博館 然後它是一個球 我覺得長得蠻可愛的 可能也是因為我剛好是住在就是溫哥華的 Gas Town 然後它算是非常的市中心 我只能說呢 移民來溫哥華的人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生活在這樣的環境 先說我覺得加拿大大馬合法化這件事情 我非常的支持 也覺得做的非常的對 但是呢 我在路上看到的那些 其實都不是抽打嘛 他們其實都是真的吸化學毒品 就是他們都是注射的那種化學毒品 然後導致就是他們真的都是神智不清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 非常的沒辦法接受我這幾天看到的都是 就是 呃... Homeless啊 有民啊 然後... 一堆就是... 毒蟲 然後... 就是... 吸毒 吸老 因神智不清 整個堆... 可能忽然間停在路上 然後... 是一個很奇怪的姿勢不動 或者是走路都用一個很歪曲的方式 然後... 就還有一區就是 除了這些人之外呢 還有很多就是路上滿地都是 鳥啊 然後...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欸 就是你走在路上 你聞到的那味道真的是非常的臭 我不曉得純住才區那邊是怎麼樣 但是... 疑似中心這樣來說的話 我覺得非常的沒有很OK 而且...而且我要補充就是... 我... 這幾天有遇到的滿多 就是... 我突然走一走 然後路中間就突然躺一個人欸 真的 他就真的直接給我躺在路中間睡覺 那種就是已經吸到ㄎㄧㄤ到 然後突然間睡著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我在一家... 就是店前面 然後躺著一個 下半身直接全裸的阿姨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白人男子 就是跟我就是同時看到 然後看到他也傻眼 他就直接對著那個 就是下半身衣服不見的那個阿姨說 就是他媽把你的衣服穿上 然後他就講英文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就覺得喔 傻眼 但是我覺得就是已經吸毒吸到你 下半身衣服不見是有點誇張欸 不過可能是因為他是... 真的是有點年紀的阿姨了 所以那個... 白人男子漢就直接就是很不客氣 就直接說就是... 他媽把衣服穿上這樣 這些景象應該在台灣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看見 而且就算你在台灣那些... 遊民啊 就是你北車看到的那些... 他們其實基本上也不太會招惹到你 但是我覺得在這裡的這些... 毒蟲就是... 其實同時也是幾乎都是遊民嘛 他們就是全身髒兮兮 然後走路會晃來晃去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很怕碰到他 我都還要閃他 對我來說其實... 蠻可怕的 對 我覺得這裡的景象比... 歐洲真的誇張很多 我真的... 幾乎不會在歐洲發現這種景象 但是... 美國跟加拿大真的超級常見 但是... 溫哥華又是一個... 非常多... 台灣人或者是... 亞洲人、華人 想要移民的地方 我都很好奇 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溫哥華是這樣的地方 然後... 還願意移民嗎 還是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 那如果他們不知道的話 我覺得... 很多人可能還想要真的移民來加拿大 我覺得... 大家可以好好... 參考一下你們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 那... 影片的最後呢 我就直接... 放上我在... 路上看到這些景象給大家看 但其實都是... 算是我... 偷偷拍攝的 所以我... 嗯... 我也是... 有點害怕 很怕被發現 那...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 溫哥華看到這些景象是怎麼樣囉 希望不要被黃標 希望不要被黃標 所以你不曾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